高雄街頭還出現了恐怖情人 有一名男子昨天深夜疑似不滿前女友提出分手 來到對方住家附近故意開車衝撞之後 把人強拉上車甚至是當街毆打 整個過程前女友不斷的呼喊救命 被民眾拍下來報警 而男子落網之後還謊稱 他是被不明人士追車的 言辭前後不一 當場被拆穿移送訪伴 開的共享汽車碰撞路邊女騎士 隨後裡頭男子竟然下車當街開路 女方便掙扎便呼救 不過男子人不停手就是要把人強拉上車 拉著過程女方衣服被扯掉 男子用盡各種手段甚至還出手攻擊 辱人不存竟把女子壓在地上不斷毆打 過程被其他人拍下報警 隨後男子想裝沒事開車離開 但辱人又施暴哪有這麼好逃 躲在附近200公尺的轉角處被警方揪出 眼看遠景攔查男子還不斷說謊 前後延遲不一也當場被拆穿謊言 事發到18號宣夜11點多高雄起京區 原來這對男女是前男女朋友關係 辱人的雄姓男子疑似不滿被純姓前女友分手 到對方住處等他回家隨後開車衝撞 意圖將人擄走 而根據了解兩人交往一年多 被害的前女友4月初剛分手時就成報案 稱雄姓男子經常施暴 當時警方有申請保護令 沒想到隔沒多久男子就找上門來 公共危險 造勢逃逸 傷害 妨礙自由等罪嫌 移請高雄地檢署偵犯 兩人原本同居才分開不到一個月 就遭前男友追蹤毆打 愛不到就毀掉不只被貼上恐怖情人標籤 現在也得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代價 介紹完那獎秀 高雄報導